欢迎收看18001电视晚间新闻 我是邱琴 现在你掌握今天的新闻重点 来看看这个小车大暴走 这一辆呢 Yaris才刚刚发动引擎就爆抽 竟然撞破了国家音乐厅地下 停车场的墙耶 网友说这是在拍电影吗 那么大家酸 难道这墙又是豆腐扎工程吗 来看看这个大人小孩都很紧张 暑假要缩水了吗 这不演你国中小学 第三个学期要事半了 等于暑假只剩下三个礼拜 有家长松了口气 但是有小朋友抗议说 这是变相到学校上安亲班嘛 好 再来看看旋迁强放力多 但是这是看得到做不到啊 高雄的轻轨捷运今天亮相 这是亚洲第一个 踩无架空设计的列车 那么台中捷运也在今天曝光了 但是五年之后才会完工 好 我们首先就来看这个画面 真的看得让人觉得蛮紧张 也蛮惊讶的 开车子一定要小心 这一台小轿车呢 是在这个国家音乐厅的地下室停车场 疑似因为爆冲 那么当时呢 它是直接跨越了这个分隔步道 而且就直接冲到前面撞破了墙壁 整台车都卡住了 32岁的车主说 它是发动引擎之后 油门就整个失控 然后就直接撞墙 好家载没有受伤 黑色小轿车家族玛丽 直接碾过步道 一路往前冲 短短不到五秒 车子直接撞上停车场的墙壁 强大的撞击力 墙壁不但被撞破一个大洞 车头也整个穿越扭曲变形 根本动弹不得 能看到的时候是因为是 刚好有同人在附近经过 有听到声响 那有帮助他们就是离开车子 那车上有两位 两位一个驾驶 一个乘客都是没有受伤 小轿车屠如其来的这一状 也引起网友议论纷纷 有人说不满表演 也不用撞墙出气 难道这是新的装置艺术吗 但国家音乐厅的墙壁 如此不堪一击也让人讶异 甚至认为这一起车祸意外 是神乎奇迹的穿墙表演 这个是一个防火墙的结构 那它是空心砖的一个工法 那基本上它跟主结构 完全是没有影响的 那安全也是没有问题的 造势车主是一名32岁的 流姓男驾驶 他表示启动引擎后 车子就突然暴冲失控 根本来不及反应 直接撞墙 现在爱车不但毁了 还得赔钱修复墙壁 幸好没有受伤 也只能安慰自己 大难不死 必有后福 记者领动讯事由委 顾元松 采报报道 真的要很小心 不要害人害己 再看到鹿港这一名62岁的男子 当时他是开车 在这个五金行外头等太太 想不到太太一上车 整个车子就爆冲 撞进了这个五金行 大片的玻璃碎裂 还割上了一名 非常无辜的女客人的头部 那么车主说 当时他的车子 是拉了手煞车 启动的时候 他忘记放下来 结果油门还踩得更用力 就变成暴冲 今天气派下 银色秀旅车 停在五金行门口 闪着黄灯 车主的太太 买完东西 才一上车 秀旅车却突然失控 一个大转弯 撞进了五金行 顿时冒出阵阵浓烟 白烟越冒越大 太太还吓得逃出车外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车子突然暴冲 撞进五金行 往铁门那边冲下去 车子撞击地方 刚好摆放安全帽 店内监视器 拍下撞击瞬间 架上的东西 都跟着震落 回到事发现场 被撞的五金行 满目疮痍 幸好当时铁门拉下来 减少冲击 玻璃碎落一地 一对安全帽掉落 一名女客人 被四射的玻璃 割伤头部 是在买东西就对了 后来 后来就头被割到就对了 玻璃 银色休旅车 怎么会失控 驾驶是一名 六十二岁的男子 满脸无奈 车主表示当时停车 等太太拉起手刹车 之后踩油门 车子没反应 就踩得更用力 想不到车子就暴冲 先撞到一台 停在广场的机车 再撞进五金行 机车车主 还是一名怀孕的孕妇 幸好人不在场 没有酿成伤害 记者 林一峰 章话报道 好来看看 这个警方也发现了 这个可以暴冲的机会 台中警方破获 这个诈骗集团 那么主贤 把所有的集团成员 通通集中管理 看似住得很豪华 事实上根本像是 住在监狱里头 因为大家是 通通住在一块 放假的时候 也不可以外出 手机也被没收 这个机房的窗户 还用防水交代封死 那么成员在这儿 是受到完全的监控 一直到前几天 他们喝酒庆功 太开心 太大意 忘了关窗户 警方见机不可失 立刻一举破火 警方拂晓而出 透天别墅 是诈骗集团的机房 为了不打草金蛇 钻窗户进去 进入里头 成员睡梦中通通被逮 房间内摆放无线电 数据机 电脑和电话 他们假冒邮政官员 以及检察官诈骗对案 成员一人一间房间 木植地板 住得相当豪华舒适 看似住在豪宅内 但成员却是敢怒不敢言 因为他们遭祖先集中管理 长达好几个月 不曾外出 放假待在房间 手机被没收 有主嫌出门购买便当 想打电话 只能透过传统手机 避免行踪曝光 该处所的门窗 大门 全部都用胶带 来固定 来锁死 有需要在一向 另一个处所 继续诈骗时 才能够来自行外出 七名集团成员 有如关在监狱里头 白板上还要求他们天天拼涅机 大门窗户都用防水交代封死 幸好搜索了前几天 他们因为得手四十几万 喝酒庆功 有人抽烟忘了关窗户 警方才能望中捉鳖 一举破货 这胡杰伦战舰 他就冒到 好 再来看这支交点 我们都看过柯P的真性情 但是来看看 他连跑行程都很率真 今天他是参观了 这个松山捷律县 本来是想炫耀一下 自己身上有悠悠卡 没想到这个左掏右掏 就是找不到他的钱包 让他急得赶快打电话 给太太陈佩琪 要太太也帮忙找 那么最后 是在保姆车身上找到了 但是已经让旁边的幕僚 吓出一身冷汗 柯文哲来看捷运 还想秀出自己身上的 悠悠卡炫耀 没想到找不到 好忘记带了吗 脸色突然大变 因为左翻右掌 就是没有那张悠悠卡 不是啊 我的皮包怎么不见 好尴尬 钱包不见了 柯P心急如焚 索性拿起电话 立刻求救 我跟你讲 我的皮夹 我在口袋里找不到 你会不会换在家 你给我找到这样子 第一个想到的 就是太太陈佩琪 但挂断没多久 皮包竟然冒了出来 大皮包 你车上 掉在车上 没有啦 这个我本来就有悠悠卡 我以前只有 骑假大车 跟坐捷运而已 是因为现在 有时候距离比较长一点 时间来不及 我才坐计程车 选战倒数 柯文哲特地来看 即将通车的松山线 但捷运不能复选 柯文哲跟幕僚 可是小心翼翼 依法行事嘛 没有法就依良心行事 这样就好了 那刚才是不是 特别小心 对啊 我想也不要给人家麻烦 像一下那个说 什么时候要 要开放开始 好像都 市政府这样 神秘兮兮的 我就觉得不需要这样 因为就 这个就一直好像在 好像这种 感觉上就这种 选举考量 好像这就不好了 该怎么做就怎么做 讲话三溜溜 毕竟选前倒数 政府平跑小确幸 就怕选票被拉走 柯文哲大动作 得顾好 得来不义的票员 记者秋容 这里赔山台北报道 好 来看这边 大家质疑 就是选举考量 联科的辩论 在里头引发争议的是 在公民团体提问的部分 很多人说 真的是问题 跌破大家的眼镜 特别是防暴联盟 理事长张景丽 是针对女性话题 猛攻柯P 那么网友把他起底 发现他的名字 大啦啦 是出现在 联盛文办公室的 顾问团团当中 所以到底是为大家发言 还是联阵营的暗装呢 又引发更大的证明 柯文哲先生 您的发言及著作 多次引起性别歧视的争议 尖锐的问题 全冲着柯文哲而来 防暴联盟理事长张景丽 现在被起底 他原来是联盛文顾问团议员 我后来查了之后 他是我们的私人顾问 如果他们有意见的话 似乎应该在辩论前提出来 不是辩论后再提出来 联盛文说 这名单早就提出来 是柯文哲自己没看仔细 但张景丽的问题很鲜明 背景也很蓝营 他的姐夫是林火旺 马前市长的竞选总干事 小姑是国民党立委潘维刚 也难怪被人质疑 事前该不会偷偷套好招 表达我们自己的主张 勇于发声 我想所有的 对我们的污蔑或什么 我想我们也是乐于承受 否认是联办案庄的 还有他 台湾竞争力论坛理事长彭锦棚 请问柯文哲先生 你对于大家都遵守的法治 你本人就可以不遵守吗 辩论会上问柯文哲 MG149 辩论会后被网友骂好久 前一天出面受访还不够 隔一天再嫌脸书来澄清 我的提问涵盖三个重点 手法清廉又有效能 都是对台北市长的检验标准 我相信柯文哲没有从私账获利 更可能有个人奉献 但如果当市长法治观念 不能有任何折扣 公民代表究竟是为多数公民发声 还是护航少数阵营 恐怕已经让外界对这公正性 打了个大问号 记者综合报道 好 再来看今年的秋斗很不一样 除了劳工团体之外 包括了土地正义团体 教育团体也加入 号称是上千人兵分三落 所有的不满以此表达 高喊口号土地正义团体 想要冲进民进党部送对联 警方人强加盾牌抵挡群众前进 还是有人趁乱跑进去 在民进党部诉求没得到回应 转往连胜文竞选总部 这块讽刺的匾额 说是要送给连胜文 另一头在教育部门口 教育团体也上演了 反对教育商品化的行动剧 讽刺教育部把教育伦为盈利商品 大家投榜秋斗不调 冒雨前进 反对教育商品化 反对教育商品化 支持教育公共化 支持教育公共化 流行团体缤纷三路 来到衡阳路中华路口 劳工团体也有话要说 政府在听发展的家面下 实际是国安商购协 在为资本家赠取更多利润 行动剧表达劳工被剥削 对政府的不满还用谐音 来讽刺国发会提出的黄金十年 黄金十年发展个屁 今年的秋斗游行 不准劳工团体 土地正义教育团体也加入 不满诉求一次表达 记者综合报道 来看到可能小朋友也要抗议了 因为暑假要大缩水 教育部打算呢 明年暑假开始 从一百所国中小学 事办第三学期 等于暑假只剩下三个礼拜 首当其冲的是补习班 跟夏令姨 因为大家都必须要 回学校上课了 有了家长说 送你一口气 但是有小朋友抗议说 这不等于是到学校 变相上安清班吗 未来两个月的暑假 可能要缩水了 因为教育部打算 在明年试办 国中小学第三学期 也就是说暑假 只剩三个礼拜 可以休息的时间 全部拿去上课 然后又因为要补习 然后课业压力又更大 就会很不开心 为什么 因为他没有跟我们先事先通知 不仅小朋友抗议 暑假大缩水 首当其冲的就是补习班 和夏令姨的业者 因为假期减少 学生都得回到学校上课 如果会对公司来讲 是真的会比较不好 招收会有一点问题 对应该是会 一定会有影响的 既定的行程全被打乱 连招生可能都会受到影响 就有业者觉得政府的教育单位 都不跟补教业者沟通 是不是政府的措施 在改的速度太快了 整体教育上来讲 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冲击跟伤害 事实上对小孩子的整体教育 应该是帮助不是非常的大 觉得小孩子要有一点空白时间 我觉得这样子 比较会有创造力 连家长也认为 孩子不应该被课程填满 引发了讨论声浪 教育部赶紧澄清 今年暑假 已经在新北市 无所国中小事办 明年的扩大事办 并没有强制性 我提供一个学习的方案 那有兴趣 有需要的人 你来参加 就跟那个强制性的探索 不过这样的政策 如果不改平常的上课内容 增加的第三学期 会不会成为了 变相的暑期辅导班 不禁让家长很忧心 记者松河报道 好我们今天要来为 这位高雄十岁就读 十全国小四年级的小女生 郑如新按赞 她的所作所为 真的连很多大人恐怕都做不到 因为父母亲离异 她从小就跟阿祖 住在菜市场 只有三四平大的木板阁楼 非常的孝顺 五岁就开始懂得分摊家务 天天洗米煮饭 还会帮阿祖打胰岛素呢 而且她从来不喊累 在学校的成绩 还能够名列前茅 阿祖一想到如新 这个小孙女 满脸都是骄傲 她直说 真是老千爷赐给她最棒的礼物 三四平大的简陋阁楼 就在菜市场的楼上 十全国小四年级的郑茄星 就和外曾祖父母住在这里 曾祖母说到茄星就满心的欢喜 年纪只有十岁 却是这个家庭的重要支柱 西米煮饭一手包拌 连屋顶漏水都是她修的 外曾祖父母年纪已经七八十 郑茄星舍不得他们辛苦 把家里的大小事往身上揽 还得照顾曾祖母的身体 帮忙打胰岛素 因为父母亲离异 母亲晚上卖冰榔 郑茄星从小就有曾祖父母带大 懂事的她从五岁开始 就帮大人分摊家务 帮忙曾祖父在菜市场卖鸡 老人家上下楼梯不方便 她总是千叮零万祖父要小心 就怕阿祖跌倒 连上厕所都坚持一定要一起去 十岁小女生要照顾两个阿祖 家庭困境却不低头 反而积极向上成绩优异 外人看来心疼 郑茄星却永远是一张笑脸 她乐观面对困境 还许愿要快点长大 买房子给阿祖和妈妈住 是家人心中最大的力量 记者柯成浩高雄报道 加油咯 那另外来看看这是消息会 在礼拜天下午在北京登场了 这也是本季APEC期间 我方代表团跟大陆方面 层级最高的一场对谈 杜习近平呢是提出了坚定信息 尊敬互信 相互尊重良性互动 十六字的真言 肖万长则是回应三个坚持不变 前副总统肖万长和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 双方握手寒暄 接下来陆委会主委王玉琪 也上前和习近平握手 这场APEC期间在北京人民大会堂 举行的消息会 一开始习近平就直言 一年多来 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势头 取得新的进展 但也遇到新的情况和问题 习近平并且对此提出十六字真言 我们要坚定信息 增进互信 相互尊重 良性互动 继续啊 保持两岸关系 这种持久健康的发展方向 紧接着发言的肖万长也回应 两岸推进和平稳定发展 目标是相向坚定的 创新的思维 来开创我们合作的机制 共同来审视当前 两岸经贸发展向前迈进的一些难题 肖万长并且提出三个坚持不变 分别是一 共同维护和平发展大局 二 共同巩固九二共识 三 制度化经济合作 这一场在APEC期间进行的消息会 双方都认为 两岸目前遇到了一些问题 但也都同意 两岸的合作应该继续向前迈进 那么双方行李如一之后 后续两岸的经贸问题 就有带两岸的经贸部门 继续后续协商 以上是记者陈凯生李明达 在大陆北京为您所做的采访报导 好 现在回到国内 来看看这样的一个美景 实在太扫兴了吧 新社花海刚刚开幕 那么网络上今天就有民众 PO出这么一段影片 一大群的游客 闯入向日葵花田里面梦拍照 种花的花笼赶快上前制止 竟然还被辱骂 不过这段画面事后已经被证实 是好多年前拍下来的 但是我们记者今天在现场直击 状况并没有改善 还是有很多游客在践踏花田 拍照 怎么办呢 主办单位说 现在只能先柔性劝说 所以游客闯入向日葵花田内拍照 被花笼制止 想不到竟然更小当时 对花笼破口大骂 画面转PO脸书 网友热力讨论 大骂没有公德心 事后主办单位澄清 这是七八年前的影片 不是最近拍摄的 但事隔多年 上午再到向日葵花海 还是直击到游客踏入花丛内拍照 保全吹哨子急忙跑出来 保全无奈 一个人看守的范围很大 游客常趁他不注意就钻入花丛中 只能不断柔性劝说 而开幕第二天 一早七点就出现大量车潮 不少人担心塞车提早出发 却还是塞在车阵里 预估天人数超过数十万人 不只小吃摊生意抢抢棍 也带动周边商机 记者综合报道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 来看社会焦点 这个橡胶水管竟然会变成 蜘蛛大盗的犯罪工具 这一名是40岁的冠妾 她在南港发现 这个酒楼的住户 卧室的窗户没关 竟然就假扮成水电工 用这两条的橡胶水管打个结 从顶楼一直垂涨到酒楼 闯进屋子里头偷走了古董 得手之后立刻带着 大陆籍的太太返乡肖脏 以为神不知鬼不觉 一回到台湾 立刻被捕了 警方东翻西早 遍寻不到脏雾 原来全被带回去大陆肖脏 换回来的25万现金 早就被花光 面对警方早上门 洪姓窃贼甚至故意装傻 尽管态度不配合 警方干脆拿出证据 洪姓窃贼这才乖乖抖出 古董手镯全都是拼命偷回来的 警方实在好奇 这名身材瘦小的窃贼 如何进到屋主家里行窃 原来他先假扮水电工 掩人耳目 再用两条水管打了好几个结 像蜘蛛人一样往下垂降四公尺 用力一荡就跳进九楼住家 红姓窃贼向警方公称 上个月初原本打算锁定 信义区豪宅大干一票 没想到先路过南港研究院路 眼尖的他发现九楼住家创屋没关 因此转移目标顺利得逞 以为神不知鬼不觉 没想到回来台湾立刻被逮 付出惨痛的代价 记者石右伟采访报道 好这也没想到雨伞竟然也变成了 偷东西的工具 新北市这位邮差呢 上个月23号早上 他把邮物车停在邮局的侧门 那么有一项那种很狭小 加上他想说这是在邮局旁边很安全 没有关车窗直接到车尾上货 但是他也真的没有料到 有一位太太就拿着雨伞 把这个邮差的包包勾了出来 快速落跑 包包鞋背拿着雨伞 证明端法夫人躲在邮物车旁 鬼鬼祟祟不断探头 偷偷观察邮局里面 工作人员的一举一动 还直接走到车头前 吃看看有没有人注意到他 确认邮差们都在忙 夫人立刻把伞伸进车内用力一勾 把放在副驾驶座的包包拉出来 然后连忙转身 抱着包包和雨伞匆忙逃逸 等到邮差忙完送完信 这才发现包包不翼而飞 感觉他好像知道那边有东西 他可能不知道是不是有观察过还是什么 然后就在那边排回来一下 然后就可能 因为我们那时候都在前面 都在那边忙 他那边很高也死角 他就升级用雨伞就把东西拿走了 上个月23号早上8点多 罗姓邮差一把车停在邮局侧门 接着下车跑到车尾 把货搬上车 他原本想说这条巷弄狭小 很少人进出很安全 所以没有刻意关车窗 怎么也没料到会有人趁机行窃 如果他是在顾驾驶座的话 可能会被看到 因为我们会有一条走道 他在这边的话 因为可能就 就是刚好的时间 会被挡住 他可能说 可能拿走关 如果在关门可能会 说一定会引起注意 罗姓邮差包包被偷 损失一千多元 里头的证件和存折也得重办 除了报警处理 同时也把监视器画面 捧上网 希望大家帮帮忙 一起来抓贼 记者新北市综合报道 来看看这里 真的是蛮扯的 另外这名窃贼呢 他是闯入了 龙华科技大学的健身房 目标是这个 置物柜里头的包包 那没想到 他是一想天开的 在监视器底下 做开合跳的运动 边跳边剥掉镜头 想说没人看到 就趁机把包包拿走了 事实上 整个过程都被旁边 另一台监视器 拍得一清二楚 监视器画面中 身穿蓝色上衣的男子 坐在健身器材上运动 但仔细一瞧 他好像心不在焉 还东张西望 没想到下一秒 发现没人注意他 这名男子就跳起了 开合跳 不过看他的姿势 好像不怎么标准 右手突然往上打 换个角度来看 没想到监视器镜头 竟然被剥掉了 成功得手之后 这名男子手上多了一个背包 大摇大摆地走出健身房 而就读龙华科技大学的 中性男学生 在运动完之后 发现东西不见了 急得马上报警 4号下午 一名男子进到 龙华科大的健身房行窃 锁定了目标 却发现监视器对着植物柜 竟然一想天开 跳起开合跳 要拨开监视器 目前校方已经确认 窃贼不是学校的学生 警方也全力追捕 这名小偷 不过东西被偷的中性学生 还是不忘消遣小偷 原来体操是可以这样做的 记者王小华 吴宇宙桃云报道 好 业者情况 不要以身试法 用了这个北海问题油的产品 本来前天就应该要全部下架 现在却出现了漏网之余 谈论市卫生局 是在家里农会超市 还有瑞城号三两处的商店 发现还有三项产品 还在架上卖 那么业者被俩包之后 赶紧下架 同时喊冤说 供货商并没有通知说 他们的产品用的是北海油 不过卫生局说了 一旦确定责任归属之后 会重罚最高300万 生鲜超市内用了北海问题油的产品 已经紧急下架 但是为时已晚 因为卫生局公告 7号就必须下架完成 但大批机察人员8号登门 产品却还在架上 葱油就6罐而已 然后蒜酥也剩 就8 然后蒜酥 葱酥剩22这样子 家里农会干脆生鲜超市 还有瑞城号 卖的油葱酥 葱油酥 还有油蒜酥 全都用到了北海的问题油 业者没有依规定在限期内下架大声喊冤 他说因为厂商根本没有告知 他是说他不是用顶心的 那就OK 那不知道后来再报这个北海的 然后因为他也没有主动的通知我们下架 所以我们也不清楚说他有用到北海的油 卫生局在下周一将请业者和供货厂商说明 厘清责任归属 一旦因下架未下架 可处以3万到300万罚款 甚至勒令停业 要让业者不能存有侥幸心态 再卖问题产品 记者尤文华谈谈报道 好 这辈子现在真的自己很可怜 要来自己照顾自己的健康 所以出现了这样的一个奇景 台东的这一间绿豆汤业者 冬天照样卖出这个冰凉绿豆汤的好成绩 因为呢当地的民众相信 多吃绿豆汤可以解夺 把黑心油排出来 真的有这样的效果吗 来听听看钟医师怎么说 夏天热卖的绿豆汤 在今年冬天依旧受到欢迎 全都是因为毒油风暴的影响 台东这间绿豆汤摊贩 开了将近半个世纪 一天就能卖出两三百碗 因为民众们相信 多吃绿豆可以退火解毒 让这冰冰凉凉的绿豆汤 在冬天这样的淡季里 还能卖得吓吓叫 但来到北部的杂粮行 实际走一趟 业者却没有明显感受 还好呢 冬天绿豆本来就比较没有销 冬天主要销的是红豆 尽管北部南部绿豆的销售量不同 但绿豆究竟能不能解毒油 钟医师也有专业分析 绿豆汤这些 它其实本身也是一种喝水 增加它的代谢跟解毒一个能力 只是说它加了绿豆一个介质 那毒油这个油 它是一种就是比较偏向这个 不是那种水分可以出来 钟医师强调光喝绿豆汤 恐怕还是无法完全分解毒油毒素 更需要搭配运动泡澡 多吃蔬菜水果等 帮助身体代谢才能更加健康 记者李明德 言文前周静瑜 台北台东采访报道 好来关心高雄市民的健康 目前登革日疫情是不断发烧 病例将近万人 还造成九根死亡 38个行政区里头有33区被蚊子攻陷了 这是创下高雄12年来最惨烈的疫情记录 特别是这个气暴灾区最严重 灾民们痛骂 官员们忙着选举 谁来关心他们的死活 谈到蚊子市民们各个满腹苦水 只要一听见嗡嗡声 神经就会紧绷起来 尤其是气暴灾民最惨 巷子内13户人家就有12个人 罹患登革日 这里13户 然后大概15 6个都中登革日 不要跟我讲政府 从没有人来关心过 也没有人来看过 很无能 登革日疫情已经拉紧爆 今年有9829个登革日感染病例 高雄市就占了9成7 有9783例 还造成9人死亡 如果以行政区来看 只剩5个地方没被感染 其他33个地区全都沦陷了 高雄的登革日疫情 创下12年来最严重的记录 今年的疫情 山明区现在是最严谨的 它现在每天发生的病例 有时候高达个300个 喷药那是我们是万不得已的 那就是清除直升员 卫生局每天派人到处喷药 就连国军都加入灭文大战 疾管处表示高雄登革日的疫情 会如此严峻 在于先天不良 加上后天失调 原本正值流行期又遇上气暴 才会疫情大爆发 以高雄的气温 一天就可能产生 十万只蚊子 数量相当惊人 根本抓不胜抓 现在防疫如同作战 不只卫生局 正努力展开防治工作 也希望市民总动员 清除家中环境资深员 避免疫情再升温 记者 谢谢您 高雄采摩导 有位王博士 他研发了水分子驱蚊装置 让这个养猪场 是一只蚊子都没有 效果是出奇的好 但是价格也很贵 15万起跳到上百万都有 买不起怎么办呢 高雄现在各个里名 是展开了防蚊大作战 包括自制喷药车 或者是自制柚子皮 蚊香 有没有用 一块来看 水管的水哗啦啦的 流进蓄水池里 这个水池的水 可是具有神奇的屈蚊功效 让养猪场不但没臭味 连一只蚊子都找不到 最主要是水分子共振啦 这个水本身具有光 那我们喷在草地上 那草会copy这个光 或是树 它会copy这个光 它不是沙纹 它是把蚊子驱赶 让它不在我们这个环境生存 王博士的新技术 在北中南的国小或公园 都有人采用 但价格可不便宜 最低从15万起跳 到上百万都有 得看场地范围多大来界定 登革任一区最严重的高雄 市府单位没多余预算 只能突发炼钢 里长率队带着自制喷药车 走遍大街小巷杀蚊子 就是因为三民区86个里 已经全部沦陷 里面看到蚊子都惊惊 里长花了两万多块 做了这一台喷药车 喷力强射程远 不管是多载多小的巷子 都能喷 那个橘子皮帅很干 它给它加好兮兮 里长带头喷药防蚊 里面也是补蚊大作战 这一罐可是私家法宝 自制的右皮蚊箱 点起来不臭还香香的 还有人怕蚊子飞进家里 沙门外加定压克力板 客厅书桌 房间更衣室 全都盖上了塑胶包膜 因为三天两头就要喷药 担心药剂残留 全面防堵少不了 这个是油漆胶膜 对 它可以就是拿来 就是当登革了 但是它没办法完全跟 就是预防 对预防 防蚊和相关药品 这两个月业绩 大约成长十倍以上 塑胶包膜更是卖到缺货 这些东西过去很少人用到 拜登格尔所赐 几乎三天就要补一次货 高雄市民们毛起来 补文抓文 绝技妙招 只是为了别中标 记者欣赞人家 话如高雄财阳报道 好来看这个是 前天非常激烈的攻防战 在这个辩论会之后呢 我们先来看到 柯P的太太 她是怎么看的 因为之前的 这一些助选风波 让陈贝奇在台上 看起来变得蛮腼腆的 只敢点点头 不太说话 但是在台下受访的时候 她直言 看到这个公民提问 真的让她看不下去 陈贝奇穿得红通通 难得跟柯文哲同台亮相 两人在镜头前 越来越放得开 人群中看到妻子 柯文哲学会主动伸出手 牵起陈贝奇 因为人太多了 怕她走私了 有啊 我觉得她选战以来 我觉得她很进步 她愿意学习啊 陈贝奇贴心不输丈夫 趁她在顺稿 翻翻衣领拉平衬衫 头发用手梳旗 但到了台上就变得很筋 大家看到的 对方的松明提问 是什么样子 这就是一种道德对不道德 碍于助选风波 陈贝奇站台只敢点点头 不敢多说话 但台下受访 对辩论很有意见 监视长应该是选一个能力跟青年 那而不是选一个圣人 他问的好像有一点 有一点南辕北侧吧 所以我好像觉得说 哇我有点听不下去 关心丈夫一举一动 也知道最近很夯的 文艺青年 不会 他不会这样 如果 他又已经开过刀 所以我也常常在家里 会做伸展槽 不知道那个伤口会比较 会比较硬 但要让陈贝奇现场秀一下 那个在家里做就好 我想不会这样公开做 记者黄俊杰 吴云轩三军小组 台北采访不到 好我们来看一下 本追是怎么做的吧 很多人追 其实连胜文还蛮有搞笑细胞的 之前这一张篮球暖身照 在网路上爆红 大家风为是文艺青年 到现在模仿风 都在继续安心呢 就是这个姿势 连胜文边拐着头 还一手拉头 一手摸脖子 在网路上疯狂转载 甚至是引起网友 乡民的热烈讨论 给了他一个封号 就叫做文艺青年 立刻也刮起模仿风 艺人这些林俊杰 在脸书上 PO出了模仿照 还有他 旅美投手 王维中的脸书上 也出现了 明运人是王丹 自然也是不落人后 连胜文这动作特殊的照片 其实是来自于 一场篮球比赛的暖身照 爆红吗 那个pose 抱贴抱贴 那个队暖身很好 拉筋啊 本尊都出来澄清了 脸书上却也出现 文艺青年大挑战 从一般民众 到钢铁人 卡通空载 就连宠物界也没缺席 还博得对手称赞呢 我发现他在镜头上 真的比他好看多了 我哪里戳手 选战打得火热 而这股文艺青年旋风 似乎也让激烈选战 轻松不少 记者继续报道 好 再来看看 文艺青年有Part 2 这是在连胜文 有最新的肢体动作 在网路上被疯狂转载 前天晚上 他在士林参加了造势活动 结果他高举双手 打招呼的姿势 又被网友拿去修图 引起网路旋风 号称今年选举 最硬的pose 文艺青年 这一招现在已经落伍了 因为最新的动作 是这个 高举双手张大嘴巴 当时连胜文 朝着后头的朋友 say hello 被平面媒体捕捉后 这一瞬间变永恒 网友抢着拿来做酷手 摆在哪都可以 不论是大海中 湖中央 甚至是日本街头 连胜文这动作 放在哪都毫无违和感 但被恶搞的 还不止这一桩 像连阵营的这一份文宣 支持连胜文的十大理由 前面看来都很正常 直到最后一点 胜文工作 遍及全班 最有国际观 对 上头写的是全班 没有关系啦 我想这种荒谬的说法 大概也不会有太多人相信 拿真正的文宣 比一比 就知真假 连正宜的文宣 上头写的 当然是全球 而网路这一章 就变成全班 恐怕都是因为 受到网路 这篇漫画的影响 把连胜文和柯文哲 比喻成小学生 在选班长 这篇漫画 在网路疯狂转载 只是距离投票 还有半个多月 连胜文的肢体动作 接下来网友肯定 还有许多发挥空间 记者王家姐 张书为台北采访报道 好 网路力量真的是越来越大 来看看就连广告 也不再只是单向传播了 这是美国非常出名的 内衣品牌 Victorious Secret 维多利亚的秘密 最新一季广告找来着 十位火辣身材的model 广告词说着 完美身材 网友认为这是 传达错误的讯息 扭曲社会对 女性身材的审美观 现在发起联署 要求撤回广告 跟道歉 完美九头身比例 长腿先腰 知名内衣品牌 维多利亚秘密 在初级 少不了香烟画面 新的内衣广告不意外 十位蜡膜 一字排开 但就是这一句 完美身材广告 slogan引发争议 难道只有s形身材才算完美吗 维多利亚的新广告 爱哄并态审美观 网友推特 发起的地址浪潮 要求维多利亚秘密 出来道歉 英国每日邮报 Daily Mail 更是回忆颜色 找来十位素人 还肥艳兽 代表各式身材 取名为 我们非常正常 一直正常身材 才是完美身材 讽刺维多利亚秘密 高门槛 高标准 扭曲社会对 女性身材的审美观 正义排山倒海 维多利亚秘密 没有撤销广告 但slogan上 偷偷下手 换成每个人 都能做到的 理想身材 消消毒 只是内衣广告 极力突出 女性优势 广告上取巧 反倒弄巧成拙 惹出一身心 国际中心声为宾 不过这两位 从卫星上来看 大家觉得 真的还蛮完美的 这是蔡依林的男朋友 景荣 跟周董的女朋友 坤林 两个人在一起的 这一张意外的合照 让双锥的粉丝 都好激动 大家说 两位都是俊男 美女都是混血儿 那么干脆配成一对 让双锥真正复合吧 来听听看 邱灵怎么说呢 谁才是架杠的蔡依林 cosplay完上瘾 卓琳这回 和主持人黄紫焦 互换身份 为什么看到你 我觉得好烦你哦 你现在知道你的造型 有多烦你了吗 你以为我们看你的造型的时候 你以为我打开报纸 看到蔡依林半文青 我觉得很正吗 你现在有什么话 想要对现场观众说吗 还好 我现在让他知道 当一个歌手 话很少 主持人有多痛 感觉到访问昨天 真的是很辛苦的一件事 不会我觉得我的话还蛮多的啊 现在有啦 有啦有啦真的 好一点了 对 你看讲完了 你看这题 冷场天后真的会改进吗 听到关键问题 蔡依林还是 景容跟昆凌有合照 不好意思谢谢 好好谢谢 就是这一张 王的女人昆凌 和后的男人景容 出席时尚趴 合照流出 粉丝大喊 俊男美女混血儿 真是绝配 两人干脆在一起 把双J恋还给我们 四年前双J合体这一幕 吓坏周杰伦演唱会的全场粉丝 舞台上暧昧 蔡依林却公开强调 双J不可能再复合 对工作对感情 蔡依林一贯作风 坚持自我 丝毫不愿妥协 看来这双J附和翻外篇 粉丝们还是不要太认真 记者高佩腾 吴佳蓁 她是什么的 然后最后真的是 患难见真爱 35岁出生豪门的香港女性 关恩娜 她昨天在微博开心宣布 跟小她三岁的中发医生 男朋友订婚了 还放了超闪的订婚照 那么这样的一个关键决定 是因为前一阵子 她罹患了贝尔氏麻痹症 右脸整个瘫痪 但是男朋友不离不弃 最近状况好多了 开心公布喜讯 穿着白色纱裙 香港女性关恩娜 拍摄新曲MV 充满对婚姻的憧憬 现实生活中也传出好消息 她在微博上传婚纱照 宣布和小她三岁的 中发混血医生男友已经订婚 其实我不知道她要求婚 我就想 她又像平常的那么甜 然后直到我看到戒指 我才知道是真的 手上伍克拉钻戒 闪亮亮 关恩娜露出甜蜜微笑 一脸幸福 先前她坦诚 罹患贝尔氏麻痹症 右半边的脸部瘫痪 无法眨眼 嘴巴也歪一边 然而医生男友不离不弃 陪她进行治疗 最近男友献上伍克拉钻戒 下跪求婚 掳获家人放心 没有告诉大家我订婚 是因为我都不知道 那个时候会订婚 然后订了之后 我就跟她觉得 应该有一些 照片弄好了之后 才发给大家 告诉大家 35岁的关恩娜 家中彩礼雄后 父亲从事珠宝买卖 她光是租房子 每个月就砸下 十几万港币 但身为豪门千金的她 没有选择嫁给富商 情定出身 平凡的一身男友 更说男友就算没车 没房也没关系 这段姐弟恋 开花结果 大批粉丝送上祝福 希望关恩娜 能够幸福一辈子 国际中心 也有编译 好 再看到韩国 很多粉丝 现在则是心都碎了 她的年纪才十岁 是韩国的童心 全名语 之前因为出现在 江南styleMV里头 一炮而红 上了综艺节目 也出了个人专辑 人生才要起飞 没想到被医生判定 她罹患脑癌 只剩下半年的生命 在江南style开场MV 帅气舞蹈 一炮而红的小童心 全名语 在这之后 上遍各大综艺节目 模仿江南大叔赛 微妙微笑模样 让她有比拟 再称好 长到成名词 为了全名语 也不断进修才艺 接受专业舞蹈培训 还出了个人专辑 因此想想年纪的她 一站在台上跳起 Michael Jackson专业舞蹈 也是架势十足 但是才十岁的她 却被诊断出脑癌 经过医生判定 无法治疗 只剩下半年生命 这个噩耗 让全家人陷入哀伤情绪 妈妈也常心疼的哭泣 全名语生病后 韩国电视节目 也为她拍摄生活点滴 虽然母亲对她隐瞒病情 但全名语也知道 自己得了不治之症 反过来安慰母亲 希望她别担心 还在长大的孩子 面对无情命运 早熟的模样 令人心疼 国际中心也有编译 欢迎大家 太太原谅之后 最近爱上骑单车 其实是爱上车友 竟然还当着儿子的面前 跟女车友亲热 那么后来又说谎说 她要外出骑车 结果太太一路跟踪 赫然发现 先生跟女车友进了motel 当场被撩爆的时候 男子还变称 他们只是在试穿车衣 女子穿着全套自行车衣 手上还拿着运动饮料 边走边回头 与后面的男性有人聊天 观看他们的装扮 像是要去骑脚踏车 但没想到他们反而进了汽车旅馆 这一幕全被跟在一旁的真心业者拍下 而男子的太太更是气得直接报警 男子开门 发现老婆就站在门口赶紧辩解 她是因为请女子帮忙买车衣车裤 才向约见面 到汽车旅馆试穿 再三否认有发生性行为 这番说辞 太太根本不相信 因为丈夫已经不是第一次背叛她 早在三年前 丈夫就跟人妻出轨 甚至还拿裸照威胁对方不得分手 结果被人妻控告 彭信男子遭判刑两年 得一颗法金73万 这笔钱还是妻子帮忙出的 我们期望他改好 希望他可以站起来 希望他一点改进 我们的心都没有 妻子心寒 想当初两人结婚后 彭信男子继承岳父事业 接手铸造材料中盘商 养生一变成为驸马小开 却已在偷吃 甚至当着儿子的面 和外遇对象发生性行为 我们只有青年莫足 他们两个的初 他们亲自记忆 我一直跟我讲商店 我就问他 都一直在乡 你们会有这样的 实在是忍无可忍 妻子控告两人妨害家庭 这回他不再选择原谅 决定硬起来 捍卫自己的家 借台北综合报道 好 再来看看 这样的说辞 又能服人吗 这是四年前 曾经在澳门 有夺国际魔术大赛冠军的 知名魔术师刘行智 他被指控 通过及时通 向从来没有见过面的 女网友传裸照 对方警告之后 他还不知收敛呢 又传了一张 更特写的裸照 女网友气得爆料 魔术师坦诚 他是因为单身 觉得空虚寂寞 加上酒后冲动 才会传火 这位多次上过电视节目 搞笑演出的魔术师刘行智 遭女网友指控 透过手机及时通 传送全身裸照 让女网友看了当场傻眼 女网友是23岁的 已婚保险员 不认识刘行智 对方发出讯号 邀请她加入对话 想不到变成噩梦一场 她封锁账号后 刘行智还变本加厉 传送裸照特写 女网友气得问她 是破路狂吗 她还回的确有些癖好 被指控的魔术师 30岁的刘行智 坦诚因为心灵空虚 喝酒脱续 才会冒犯对方 而她四年前 曾夺下澳门国际魔术大赛的冠军 表演尺度大多次 惹出争议 网路上还有一段 她全裸只用帽子 遮住重点部位 也曾上过联系节目 寻找交往对象 她表现很方式 可能让人家觉得说 你好像有点过嗨 还是有点太有 可是私底下的 我绝对是很真诚 脸书上写着 关于裸照登上版面 希望大家别来问我 七年累积下来的魔术师名誉 因为传裸照 恐怕得想办法重新建立 记者胡杰伦三界 台中报道 好 这七年开车千万要小心 来看到这台小轿车 它当时是停在国家音乐厅的地下停车场 疑似因为爆虫 竟然直接跨越了风格步道 往前冲撞破了墙壁 整台车卡住 那么车主说呢 他当时发动引擎之后 油门就整个失控 接着就撞墙 好家在他人没受伤 但是网友要问了 国家级音乐厅的墙 是不是豆腐渣的工程啊 黑色小轿车家族玛丽 直接碾过步道 一路往前冲 短短不到五秒 车子直接撞上停车场的墙壁 强大的撞击力 墙壁不但被撞破一个大洞 车头也整个穿越扭曲变形 根本动弹不得 小轿车突如其来的这一状 也引起网友议论纷纷 有人说不满表演 也不用撞墙出气 难道这是新的装置艺术吗 但国家音乐厅的墙壁 如此不堪一击也让人讶异 甚至认为这一起车祸意外 是神乎奇迹的穿墙表演 这个是一个防火墙的结构 那它是空心砖的一个工法 那基本上它跟主结构 完全是没有影响的 那安全也是没有问题的 造势车主是一名32岁的流姓男驾驶 他表示启动引擎后 车子就突然暴冲失控 根本来不及反应 直接撞墙 现在爱车不但毁了 还得赔钱修复墙壁 幸好没有受伤 也只能安慰自己 大难不死 必有后福 记者林东勋事由委 顾元松采访报道 真的要小心 不要害人害己 来看到这也是非常夸张的画面 入港这位62岁的男子 当时他开车 在一间五金行外面等太太 想不到太太一上车 车子就整个暴冲 撞进五金行 大片的玻璃破碎 搁上了一名 好无辜女客人的头部 那么这个男子说 当时他的车子 是拉了手刹车 启动的时候 他忘记放下来 还油门踩得更用力 幸福就报仇 今天气派下 银色秀旅车 停在五金行门口 闪着黄灯 车主的太太 买完东西 才一上车 秀旅车却突然失控 一个大转弯 撞进了五金行 顿时冒出阵阵浓烟 白烟越冒越大 太太还吓得逃出车外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车子突然爆冲 撞进五金行 往铁门那边冲下去 车子撞击的地方 刚好摆放安全帽 店内监视器 拍下撞击瞬间 架上的东西都跟着震落 回到事发现场 被撞的五金行满目疮痍 幸好当时铁门拉下来 减少冲击 玻璃碎落一地 一对安全帽掉落 一名女客人 被四射的玻璃割伤头部 是在买东西都对了 对 对啊 后来呢 谢谢 后来就头被割到就对了 玻璃 银色休旅车怎么会失控 驾驶是一名62岁的男子 满脸无奈 车主表示当时停车 等太太拉起手刹车 之后踩油门 车子没反应 就踩得更用力 想不到车子就暴冲 先撞到一台停在广场的机车 再撞进五金行 机车车主还是一名怀孕的孕妇 幸好人不在场 没有酿成伤害 记者 明依峰章话报道 好的 你看台北街头 居然又亮起红灯了吗 这还是马总统老家的附近呢 昨天晚上11点多 台北市文山区新龙路上 有这四名少年 因为不满 这个车主的轿车 对他们猛按喇叭 竟然就拿着安全帽当武器 打上了车主跟他的朋友 马路上斜击斑斑看了 令人触目惊心 8号深夜11点多 台北市文山区新龙路二段 发生一起街头斗殴事件 这一砍他不认识 那就砍他嘛 一名黄姓男子和友人 共乘一部轿车 先是对另外一方 骑乘机车的四名少年按喇叭 没有想到少年心声不满 双方引发口角 少年拿起安全帽当武器 朝着黄姓男子和另外一名男子 攻击随即逃逸 就看到一个人的耳朵一直流血 不是很深的伤口 也不是很严重的 那个人还好 没有很严重的 耳朵这边被砍伤啊 黄姓男子和友人送医后 已经没有大碍 警方初步认定是行车纠纷 虽然受伤的黄姓男子 决定息事宁人不提告 不过由于斗殴的地点 就发生在马总统文山区老家附近 警方不敢大意 调阅监视器 要查明街头逞凶的少年身份 记者郭宗人 杨恒之苏正荣 要告诉您 暑假可能要缩水了 因为教育部打算 明年暑假 从一百所的国中小学 事半要有第三个学期 等于暑假只剩下三个礼拜 那不是变成寒假了吗 首当其冲的 当然是补习班跟夏立宁 因为假期减少 同学们都必须要回学校上课 而家长跟小朋友也有话要说 你快来听 未来两个月的暑假 可能要缩水了 因为教育部打算在明年 事半国中小学第三学期 也就是说暑假只剩三个礼拜 一听到暑假变短了 小朋友都气哭了 还同言同语的 要马总统还他暑假 不仅小朋友抗议暑假大缩水 首当其冲的就是 补习班和夏令营的业者 因为假期减少 学生都得回到学校上课 既定的行程全被打乱 连招生可能都会受到影响 就有业者觉得政府的教育单位 都不跟补教业者沟通 是不是政府的措施 在改的速度太快了 整体教育上来讲 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冲击跟伤害 事实上对小孩子的整体教育 应该是帮助不是非常的大 连家长也认为 孩子不应该被课程填满 引发了讨论声浪 教育部赶紧澄清 今年暑假 已经在新北市 无所国中小事办 明年的扩大事办 并没有强制性 不过这样的政策 如果不改平常的上课内容 增加的第三学期 会不会成为了变相的 暑期辅导班 不禁让家长很忧心 记者送回报道 来看看他山之石 我们台湾的是双学期制 大家习惯是一学年 分成上下两个学期 那么中间隔着寒暑假 而在国外 其实很多地方 像是在日本 或是英国的大学跟中学 都是采取这个弹性 比较大的三学期制 但是人家的假期 有没有大缩水呢 一块来看吧 台下巨金会神 听校长讲话 才刚结束暑假没多久 低年级学生 又准备迎接五天的 国定假期 和台湾学制不一样 在日本几乎所有的学校 实行三学期制 第一学期从四月到七月中旬 暑假开始时间 和假期长短不同地区 有所区分 普遍都是一到两个月 第二学期从九月上旬 一路到十二月下旬 接着放寒假 寒假过后是第三个学期 从一月中旬到三月下旬 再来是围棋几个礼拜的春假 夏休息 楽しかった 像这样的三学期制度 通常两长一短 春秋学期长 夏季学期短 这样安排 可以加快学习节奏 师生腾出更多的精力 投入课程 海外兼职特聘老师 也可以支援上课 还能开设特色短期课程 丰富教学内容 像是04年开始 北京大学采用新的学制 原本两个学期18周 压缩到15周 暑假增加 让学生自主选择的 数期学校 多出150门课 共选择 英国大学和中学 一年同样是三学期 收费方式也通常 以学期为单位 而非学年 第一学期通常是 九月底到十月初开学 圣诞节假期后 一月初开始第二学期 第三学期从复活节 假期结束后 四月初到六月底结束 最后一个学期 大多数自习 或者是写论文报告 三个学期制度 国外早有新力 假期虽然缩短 但课程更有弹性 和两学情相比 各有利弊 如何提高学习效率 充分利用教育资源 才是关键 国际中心设计 而对这位高雄的 小女生来说 她的生活没有假期 不过她甘之如頤 真的很棒 她是就读 十全国小四年级的 小朋友正如新 因为父母亲离异 她从小就跟阿祖 住在这个菜市场 只有三四平大的 木板阁楼 她真的非常孝顺 五岁就懂得 开始分摊家务 天天洗米煮饭 还会帮阿祖 打胰岛素 而且从来不喊累 在学校的成绩 还名列前茅 才十岁 她最大的心愿是 将来长大 买房子给阿祖住 三四平大的简陋阁楼 就在菜市场的楼上 十全国小四年级的 郑且新 就和外曾祖父母 住在这里 曾祖母说到 茄新就满心的欢喜 年纪只有十岁 却是这个家庭的重要支柱 西米煮饭一手包拌 连屋顶漏水 都是她修的 外曾祖父母年纪已经七八十 郑茄新舍不得他们辛苦 把家里的大小事往身上揽 还得照顾曾祖母的身体 帮忙打胰岛素 因为父母亲离异 母亲晚上卖槟榔 郑茄新从小就有曾祖父母带大 懂事的她从五岁开始 就帮大人分摊家务 帮忙曾祖父在菜市场卖鸡 老人家上下楼梯不方便 她总是千叮零万祖父要小心 就怕阿祖跌倒 连上厕所都坚持 一定要一起去 十岁小女生要照顾两个阿祖 家庭困境却不低头 反而积极向上 成绩优异 外人看来心疼 郑茄新却永远是一张笑脸 她乐观面对困境 还许愿要快点长大 买房子给阿祖和妈妈住 是家人心中最大的力量 记者柯成浩高雄报导 来看这个交通力多 高雄的捷运轻轨 礼拜天正式上线测试了 那么市长陈菊也亲自体验 轻轨列车不但是 采物架空的设计 不会破坏这个美丽的天际线 车厢也全部是低底盘 让长者跟残障人士 都可以方便的上下车 高雄轻轨静态测试第一天 不但吸引大批铁道迷拍照留念 高雄市长陈菊 更是一早就来体验 对于这个全台首例的交通建设 相当满意 最大的特色是 没有一个架空线 这是非常进步 清轨首列五节车厢 宽2.65公尺 全长约34公尺 不但保留了美丽的天际线 更是百分之百低底盘设计 方便长者以及残障人士上下车 这次宣告上线测试高雄环状轻轨 全长22.1公里 设置了36站 分两阶段施工 第一阶段沿着凯旋路 进入亚洲新湾区 博尔特区到西子湾站 虽然受到气暴影响 不过工作团队马不停蹄 希望能在明年十月前 让高雄市民进入轻轨的交通新纪元 记者最后报道 再看到这个素人参政的科匹 没有什么政策资源 但是秀一下悠游卡总行吧 但是没料到今天是差点吐嘴 蛮尴尬的 他来参观这个松山捷运线的时候 左掏右掏就是找不到他的钱包 急着直接打电话给太太陈佩琪 问说赶快帮忙找啊 幸好最后是在保姆车上找到了 不过已经让旁边的幕僚 吓出一声冷汗 柯文哲来看捷运 还想秀出自己身上的悠游卡炫耀 没想到找不到 脸色突然大变 因为左翻右掌 就是没有那张悠游卡 不是啊 我的皮包怎么不见 好尴尬 钱包不见了 磕皮心急如焚 索性拿起电话立刻求救 我跟你讲 我那种皮夹 我那口袋里找不到 你后面换在家里给我找到 这样子 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太太陈佩琪 但挂断没多久 皮包竟然冒了出来 选战倒数 柯文哲特地来看即将通车的松山线 但捷运不能复选 柯文哲跟幕僚可是小心翼翼 依法行事嘛 没有法就依良心行事 这样就好了 当然是不是特别小心 对啊 我想也不要给人家麻烦 像像那个说什么时候要开放开始 好像都市政府这样神秘兮兮的 我就觉得不需要这样 因为这个就一直好像在 好像这种 感觉上就这种选举考量 好像这就不好了 该怎么做就怎么做 讲话366 毕竟选钱倒数 政府平抛小确信 就怕选票被拉走 柯文哲大动作 得顾好得来不义的票源 记者邱容器李沛山台北播导 好 为多来看 这到底是代表公民 还是选举暗庄呢 引发非常多的正义辩论会里头的 公民提问部分 现在呢 这一位是防暴联盟理事长张景丽 她的情况被起底了 当时她是猛攻科匹女性的话题 那么网友发现 她的名字 大辣辣就列在连胜文办公室的顾问团当中 柯文哲先生 您的发言及著作多次引起性别歧视的争议 尖锐的问题全冲着柯文哲而来 防暴联盟理事长张景丽现在被起底 她原来是连胜文顾问团议员 我后来查了之后她是我们的市政顾问 如果他们有意见的话 似乎应该在辩论前提出来 不是辩论后再提出来 连胜文说这名单早就提出来 是柯文哲自己没看仔细 但张景丽的问题很鲜明 背景也很蓝营 她的姐夫是林火旺 马前市长的竞选总干事 小姑是国民党立委潘维刚 也难怪被人质疑 事前该不会偷偷套好招 表达我们自己的主张勇于发声 我想所有的对我们的污蔑或什么 我想我们也是乐于承受 柯文是联办案庄的 还有她台湾竞争力论坛理事长彭景彭 请问柯文哲先生 你对于大家都遵守的法治 你本人就可以不遵守吗 辩论会上问柯文哲MG149 辩论会后被网友骂好久 前一天出面受访 还不够隔一天再嫌脸书来澄清 我的提问涵盖三个重点 手法清廉又有效能 都是对台北市长的检验标准 我相信柯文哲没有从私账获利 更可能有个人奉献 但如果当市长法治观念 不能有任何折扣 公民代表究竟是为多数公民发声 还是护航少数阵营 恐怕已经让外界对这公正性 打了个大问号 记者综合报道 好 今天进到今天来看看 这样的一个美景 确实如此的扫兴 还蛮美品的呢 新生花海昨天才开幕 网络上今天已经疯传这段影片 有一群游客闯入向日葵花田里面猛拍照 那么这种花的花笼 上前制止竟然还被辱骂 不过这段画面现在被证实 是多年前拍下来的 而我们的记者今天在现场直击 其实状况没有改善多少 还是有很多游客践踏花田在拍照 怎么办呢 主办单位说 现在只能先柔性劝说了 所以游客闯入向日葵花田内拍照 被花笼制止 想不到竟然更小当时 对花笼破口大骂 画面转破脸书 网友热力讨论 大骂没有公德心 事后主办单位澄清 这是七八年前的影片 不是最近拍摄的 但事隔多年 上午再到向日葵花海 还是直击到游客踏入花丛内拍照 保全吹哨子急忙跑出来 不要带花笼里面拍照 随便踏去 我没有办法支持那么宽 保全无奈 一个人看守的范围很大 游客常趁他不注意 就钻入花丛中 只能不断柔性劝说 而开幕第二天 一早七点就出现大量车潮 不少人担心塞车提早出发 却还是塞在车阵里 预估一天人数超过数十万人 不只小吃摊生意抢抢棍 也带动周边商机 记者综合报道 好 们是喜欢吃很重要 来看看这个全台五星级自助餐 大车拼 网友心目中这个十间上榜的里头 有三间都是高雄餐厅的 而且第一名跟第二名 都是被汉来海港餐厅包办 因为在这一个人花不到一千块 可以品尝到两百三十道的餐点 被认为CP值超高 获得将近两万名网友 一致好评 民装大排长荣绕了两三圈 从路的这一头排到另一端 时间一到每组客人 都跟着特定的服务员 依序进场 还以为是排队抢购限量品 但其实他们是来吃自主餐的 进来的人数大概五六百个人 目前我们员工人数外长就有五十位 十分钟之内就要把客人带位完毕 螃蟹虾子摆满桌 一盘接着一盘吃到过瘾 高雄的汉来海港餐厅 占地八百多瓶 能容纳五百五十人 设有九大主题区 日市西市海鲜甜点吃到饱 下午茶五百三十元最划算 晚餐八百八十元 可以吃四小时CP值最高 你看客人这么多 就可以感觉到说 他们这边东西很多又新鲜 北国道中部过来的 都一定会在他们这边吃 宴客来这边吃都很划算 所以你觉得这个第一名是 没问题的 就是当之无愧的 就是因为服务高品质 食材新鲜多样化 每天三个时段都爆满 如果是热门假日时段 得一个月前就定位 高人系也让网友票选 为全台第一的自助餐 台中饭店也拿下第二名 在排行榜中 全台十间高雄就占了三间 而且价钱都在一千元以下 最贵的是台中日月千禧 龙虾大餐得花两千多块 其他buffet的话可能就大同小异 这里的话就比较 有一些特别的料理这样子 我喜欢这里东西虽然不多 但是它很精致 尤其是甜点更好吃 比其他饭店的更好 国宾饭店的餐点跟汉南海港不同 菜色种类没那么多 但走的是精致路线 同样是五星级自助餐 高雄汉南两百三十道菜色 跟中北部才一百多道 比起来相对物美价廉 用餐空间宽敞舒适 再加上成本管控得宜 大胃王客人也不怕 难怪会夺得众多网友青睐 记者叶欧容 赖文良 张慧如 高雄台中综合报道 好 现在去哪里是 大家对先Google一下 看看这个网友的反应 来看看现在选出来的是 台北喜来登的十二厨 现做点心最受欢迎 而台北老爷酒店的咖啡厅 食材也很多样化 六幅皇宫的思路宴 主打的是互动式的buffet 这里的桌边服务是最大特色 那么这些餐厅在旅展期间的餐券 都卖得强强棍 饭店人员大喊口号 排队人容没有尽头 旅展不只能出去玩 buffet餐券更抢手 要选哪一家美食网站评比 成了购物指南 评价比较高的餐厅 应该是食材比较没问题 主打互动式buffet 现烤牛排周边服务 不用离开座位 就能大快朵移 六幅皇宫思路宴 获得美食网站票选第五名 销售购物会不会增加的 是一定会增加的 光这几天的话 就已经比去年同期成长了 差不多五到六成左右 午晚餐券 然后下午茶券 那企业客户 他们大宗购买的话 一次都是三百两百五 第四名台北老爷酒店 The Coffee Caffe廳 吴国借美食选择多样化 至于全台第三名是他 台北喜来登十二厨 全开放式自助餐厅 所有食材一清二厨 尤其是点心烘焙坊 紧紧抓住女人心 虽然前两名被高雄台中 旱来海港城包办 但北部饭店旅展 即将下沙促销 再搭上美食评比顺风车 餐券销售量远远超前 记者科广名黄讯阳 台北报道 好 那么讲到台湾美食的经典 当然包括牛肉面了 不要告诉您 现在很多的牛肉面店 都悄悄涨价了 涨幅还蛮多的 一成到两成之间 就连主打平价的 连锁牛肉面店也涨价了 老板无奈地说 这是因为最近牛肉的价格 涨了大概五成之多 实在扣不出 三天三夜 72个小时 用不停的火 不一样的火候 去控制它的汤头 乳白色汤头 历经三天熬煮 淋在面上头 再加上这一味 牛后腿的小花剑的部分 清炖牛肉面温和顺口 红烧牛肉面 同样香气诱人 就算价格从原本130元 调涨到160元 店内客人依旧络绎不绝 牛肉一直在涨 涨到现在大概涨了50% 5年前就开始慢慢涨 牛肉变贵 老板只好无奈调整价格 而这股涨风似乎悄悄吹起 另一家牛肉面店 招牌的红烧牛肉面 近来也涨了15元 就连主打平价的连锁牛肉面店 同样涨涨 这很久了 清明的价格已沉过去 先前就有民众发现 店家贴出公告 因为原物料持续上涨 所有牛肉面内商品都多了10元 等于涨了约一成 牛肉面纷纷调涨一到两成 现在想品尝这道美食 恐怕得多掏些钱 记者综合报导 好 再来看看景气 是不是比大家想象中来得好些呢 这是抢订101烟火秀的房间 目前这个饭店的电话 接到手软 像是远东说呢 从7月份开始就接到预订单 不只是面向101的 顶级客房抢手 一般的客房也都被订满了 而台北韩社爱美的酒店 订房率已经是来到了八成 总统套房询问度也很高 但是很不便宜 打出的是顶级烟火的黄金屋 三天两夜要价54万 轩利烟火照亮台北夜空 101烟火秀是每年跨年的重头戏 跨年夜来台北101 看烟火秀是不少人的首选 不过想让在附近的饭店 住上一碗价格可不便宜 甚至这一间呢 可以远眺台北101烟火的总统套房 三天两夜就要价54万元 高挑空间远眺整斗101大楼 极佳视野房内设施 不止空间宽敞 浴室还设有落地窗 就连厨房设计也可以请厨师 直接递到门口送菜 总共68瓶可容纳50人不是问题 平日要价18万 跨年夜推出三天两夜 就要价54万元 接受询问度非常的高 那现在目前已经有实际住的客人 来看过我们这边的房间了 不止总统套房面向101大楼的客房 超过半数也已被预定 饭店总共160间也已达8成满 同样可以看到101烟火的 香格里拉台北远东大饭店 也从7月开始就接到预定跨年房 不止顶级客房抢售 一般客房也几乎被顶光 但是我不会花这个钱 觉得跨年房太贵 不少民众选择元旦假期出游 但饭店也是意外难求 像国宾饭店廉价住房率高达9成 台北精华多位房客入住专案 一晚则要价将近3万5 北投利息温泉酒店 跨年跟元旦定房率也达8成 抢供跨年商机 记者薛刚志全人家台北采访报道 好 继续来看恭喜台湾演员彭于燕 他是获得香港导演的赏识 继这个功夫皇帝李连杰之后 成为新一代的黄飞红了 不过他今天回到老家 分享这个拍片的过程 他说苦练了好几个月 最后在开进的第一个礼拜 竟然就受伤了 接下来还是得咬牙苦撑 但是辛苦是有代价的 包括我们看到 这个梁家辉就盛赞 看他这个演打戏的时候 简直是看到了黄飞红的原型 我在此对苍天立誓 团结众人 自强不信 我黄飞红 今生不会忘记你我的梦 一代宗师的年少轻狂 首度被搬上大萤幕 台湾小声彭于燕 单纲新一代黄飞红 盯着传奇英雄的头衔 拍摄过程却是伤痕累累 没办法你第一周啊 你因为我已经练了三四个月 然后我就放弃的话 这就等于是白练 一二三 一二三 加油 脚牙苦撑蹲马步练拳法练腿力 一身结实肌肉 经过几个月武术特训 但在开排第一周 彭于燕还是意外受了伤 虽然不是文型 只是一个打势 他的打势里头 他还可以体现出这个王飞红 还没有成为所谓英雄人物以前 他一个原型 我觉得他的表演就很成功 王飞红是香港电影历史里面 一个经典的角色人物 有差不多二十年的时间 是没有人再拍过王飞红 答应我要便宜 相信我快到头了 打进香港电影市场 以台湾演员身份 彭于燕接班几位前辈 重现一代宗师王飞红 精彩武术身影 庞大的票房压力扛在他身上 但获得全体剧组支持 就看看台湾粉丝们 是否也愿意以票房来相挺 记者 赵国锋 高费的胡佳珍 他参谱到 而大明星 这个光鲜亮丽背后 其实也有我们粉丝 看不到的压力 像是这一位 以性感艳星著称的 香港演员温碧霞 17岁 在三集片中大胆裸露 打开了知名度 那么最近她是积极转型 当起了幕后制作人 也爆料说 当年她正值香港电影的 黄金时期 常常碰到黑道势力的介入 甚至还透露华人 Andy 劳德华 曾经还被人拿枪 威胁他拍片 大家好 我来温碧霞 谈起香港女星温碧霞 大家最深刻的 大多数是八九十年代的 性感荧幕形象 四十八岁的她动名有数 嫁给了富商何祖光之后 更退居幕后淡出演艺圈 最近刚刚完成了一部电影 就是翻拍我 第一部电影 最近一次露脸 温碧霞出席电影首映会 谈起第一次当制作人的心情 她既兴奋又期待 其实在幕后参与 我对我来说 也是一个很新的尝试 前段时间接受大陆媒体专访 温碧霞大爆出道心酸时 更透露 1980年代末的 香港电影黄金时期 大多有黑道势力介入 我看报道说 你是把荧幕的初吻 献给了刘德华 应该是吧 和刘德华多次合作 电影停不了的爱 温碧霞17岁的荧幕初吻 更是献给了华仔 温碧霞和刘德华 好交情 不是一两天的事情 她转述 曾有黑道杀去公司 把枪放在桌上 威胁刘德华拍电影 就因为黑道面前太多不得已 华仔才不愿意让地下情曝光 朱立倩一藏就是24年 甘心当个天王背后的女人 你乖不要问 文碧霞回忆 听到刘德华被威胁后 她的工作重心 从电影转到了电视圈 现在更多了个制片新身份 也让外界看到 演员光鲜亮丽 背后不为人知的心酸 和妥协 国际中心声音编译 今天主播精神 等你来看到 这真实版的钢铁人 源于一位慈父的爱 纽约这位小小孩 他因为早产 再加上肺部发育不完全 出生四个多月 一直靠机器为生 那么在保温箱中 不断地跟生命搏斗 他的爸爸看了非常心疼 决定帮他打造一套钢铁人装 2010年推出的Q版钢铁人 让小宝宝也穿上盔甲 飞铁遁地 既可爱又帅气 在美国有名父亲 则为了出生四个月 还在保温箱搏斗的儿子 打造了一套钢铁人装 希望他早日康复 起身翱翔 全身操满管子 纽约这名小男一是个早产儿 还因为肺部发育不全 一直靠着机器为生 身为电影道具师的父亲 则在万圣节前夕 上网找了钢铁人纸样 亲手用卡纸粘胶 制作出整套钢铁人装 母亲为孩子戴上了头盔 露出难得的微笑 小小钢铁人诊装完毕 准备出击 虽然没办法像普通的孩子一样 正常生活 但他会带着爸爸亲手做的 勇气钢灰 为自己的生命奋斗下去 国际中心也入彼 欢迎横到生活信息场 来看社会焦点 真的没有想到 这个橡胶水管竟然会变成 像是蜘蛛大盗一般的犯罪工具 这名40岁的窃贼呢 他是在南港研究路一带 发现这一栋酒楼的住户 卧室窗户没关 竟然就假扮成水电弓 用两条胶带水管打结 从顶楼垂降到酒楼 就这样闯进屋子里头 偷走屋主爸爸的鼓动一场 警方中翻溪澡 遍寻不到脏雾 原来全被带回去大陆嚣张 换回来的25万现金早就被花光 面对警方早上门 红姓窃贼甚至故意装傻 尽管态度不配合 警方干脆拿出证据 红姓窃贼这才乖乖抖出 古董手镯全都是拼命偷回来的 警方实在好奇 这名身材瘦小的窃贼 如何进到屋主家里行窃 原来他先假扮水电弓 掩人耳目 再用两条水管打了好几个截 像蜘蛛人一样 往下垂降四公尺 用力一挡就跳进九楼住家 红姓窃贼向警方公称 上个月初原本打算锁定信义区豪宅大干一票 没想到先路过南港研究院路 眼尖的他发现九楼住家窗户没关 因此转移目标顺利得逞 以为神不知鬼不觉 没想到回来台湾立刻被逮 付出惨痛的代价 记者石右伟采访报道 好 来看这一片小小的窗户真的就是破案的关键 这个案子证明法网灰灰 台中警方破灰一个诈骗集团 那么主行是把所有的成员集中管理 大家住在一块放假也不可以出去 手机也被没收 这个窗户还用防水的胶带封死 看似住得很豪华 其实像是住在监狱里头 一直被监控着 一直到前几天呢 喝酒庆功的时候 一时大意忘了关窗户 警方趁机一举破破 警方拂晓而出 透天别墅是诈骗集团的机房 为了不打草惊蛇 钻窗户进去 进入里头 成员睡梦中统统被逮 房间内摆放无线电 数据机电脑和电话 他们假冒邮政官员 以及检察官诈骗对案 成员一人一间房间 木植地板住得相当豪华舒适 看似住在豪宅内 但成员却是敢怒不敢言 因为他们遭主贤集中管理 长达好几个月不曾外出 放假待在房间 手机被没收 有主贤出门购买便当 想打电话只能透过传统手机 避免行踪曝光 该处所的门窗 大门 全部都用胶带来固定 来锁死 有需要在一向另一个处所 继续诈骗时 才能够来自行外出 七名集团成员有如关在监狱里头 白板上还要求他们天天拼业机 大门窗户都用防水交代封死 幸好搜索了前几天 他们因为得手四十几万 喝酒庆功 有人抽烟忘了关窗户 警方才能望中捉鳖 一举破货 这胡杰伦战舰太中报道 好来看网络上最近封城的这段影片 这位机车骑士他在这个板桥 泄明大道等红灯的时候 一听到远方有救护车的声音 就立刻从车厢里头拿起指挥棒 冲到马路正中间指挥交通 被网友封为热心指挥哥 一听到救护车的声音 机车骑士急忙停下车来 打开置路箱拿出指挥棒 接着把车骑到马路中央充当交通锥 一下车就开始猛灰指挥棒 要车辆赶快让道 给后方的救护车通行 避免事故发生 短短十几秒的举动 让网友纷纷大赞他的热心 甚至封他为指挥哥 本身从事殡葬业 那经常看到这个客户 面对家人的一个生理死别 我非常了解这个失去伤人的 他这种失去青年的伤痛 那我希望每一台救护车 他都能够在最短的时间抵达医院 戴着眼镜长相斯文 他就是指挥哥袁立成 平时只要看见紧急状况 就会冲到路口帮忙指挥交通 而这样的举动 完全凭借着一颗热情助人的心 指挥棒 然后汽油 然后三脚故障标志 我看到路边有人在推车 那如果我询问他 他是因为没有汽油 在推车我就免费送他一罐汽油 除了会帮忙指挥交通外 袁先生的置物箱内 还摆满前排送来帮助人的物品 而这样的一举持续十年 至今已经帮助过上百人 袁先生希望透过自己的热心助人 可以让这个社会能够多一点温暖 记者朱建伟 李宏宽 新北市报道 好 另外来看这支焦点 辩论之后 林顺文的名调还是持续落后 该怎么办呢 今天他是跟马总统再度合体催票 大打 悲情和团结牌 连胜文说 自己就算累到走不动 用爬的他也会爬出去 也批评对手是用复仇的心态来参选 马总统也频频喊话 要大家赶快回家卡等位催票 力拼 蓝军选民归队吧 用力会舞党旗 连胜文一股作气和马总统再度合体 还有市议员候选人全都排排站 大打拦移 团结牌 我即便累到眼睛睁不开了 我可以用点眼要手 我那套手拘不起来了 没有关系 我自己帮自己按的 我拘工拘工 然后没有办法停车 我贴了伤了爬师 我那套脚没办法走 我用爬着 我也给你爬出去 深思历劫近乎悲情喊话 连世国卖力催票 马总统也是对台下群众 拜托再拜托 抛口对准对手柯文哲 还把北市选战一口气 拉到2016前哨战 强打蓝绿选边 毕竟许多蓝军还没归队 接下来北最好报道 而这一类这个严慎文 是不是也常被酷手搞笑呢 这个文艺青年现在有part 2 他最新的肢体动作 在网络上又被疯狂转载了 这回是他高举双手 打招呼的姿势 来看看网友的酷手修图版 号称今年选举最硬的pose 文艺青年 这一招现在已经落伍了 因为最新的动作是这个 高举双手张大嘴巴 当时连胜文朝着后头的朋友 say hello 被平面媒体捕捉后 这一瞬间变永恒 网友抢着拿来做酷手 摆在哪都可以 不论是大海中 湖中央 甚至是日本街头 连胜文这动作 放在哪都毫无违和感 但被恶搞的还不止这一桩 像连阵营的这一份文宣 支持连胜文的十大理由 前面看来都很正常 直到最后一点 胜文工作遍及全班 最有国际观 对上头写的是全班 拿真正的文宣比一比 就知真假 连阵营的文宣 上头写的当然是全球 而网络这一章就变成全班 恐怕都是因为 受到网络这篇漫画的影响 把连胜文和柯文哲 比喻成小学生 在选班长 这篇漫画在网络疯狂转载 只是距离投票 还有半个多月 连胜文的肢体动作 接下来网友肯定 还有许多发挥空间 记者王家姐张书维 台北采报报道 好 播这个动作 请这个客屁的太太 陈佩琪也跟进一下 他说公开场合实在做不下去 另外他说看不下去的是 前天的功名提问 他觉得蛮反感的 陈佩琪穿得红通通 难得跟柯文哲同台亮相 两人在镜头前 越来越放得开 人群中看到妻子 柯文哲学会主动伸出手 牵起陈佩琪 因为人太多了 怕她走势了 有啊 我觉得她选战以来 我觉得她很进步啊 她愿意学习啊 陈佩琪贴心不输 丈夫趁她在顺稿 翻翻衣领 拉平衬衫 头发用手梳旗 但到了台上 就变得很筋 大家也看到的 对方的功名提问 是什么样子 这就是一种 道德对于道德 碍于助选风波 陈佩琪站台 只敢点点头 不敢多说话 但台下受访 对辩论很有意见 市长应该是 选一个能力跟青年啊 那而不是选一个圣人 他问的好像 有一点 有一点南辕北侧吧 所以我好像觉得说 哇 我有点听不下去 关心丈夫一举一动 也知道最近很夯的 文艺青年 但要让陈佩琪现场 秀一下 记者黄志杰 吴云轩三区小组 台北采访不到 好 娱乐焦点 金曲魔咒传言不断 JJ林俊杰又有负面消息 平媒体踢报说 他点头参加台北跨年场 但是却须子大开口 要价350万 被认为是刻意灌税 想跟这个收税保证的 肖敬腾一起来抢跨年一歌 但是今天唱片公司 澄清说 这是台北的唯一一场 价码很合理 最佳国语男歌手 得奖的是 林俊杰 金曲奖是不是成了恐怖魔咒 林俊杰夺歌王之后 负面消息不断 现在还传出为了 抢当跨年一歌 唱愁严重灌水 平面媒体踢报 林俊杰开出了台北跨年 350万元的唱愁 和肖敬腾相同都是一级价码 但台北市政府标案 根本就不可能拿得出来 这么大一笔经费 我自己个人还觉得是OK啦 主要是比较心疼 那些守在电视机前面 然后期待我出现 然后到最后 没有出现的 所有的观众朋友 几个月前才因为大陆节目单位 在未告知的情况之下 把林俊杰的录影内容 统统给剪掉 让她在大陆歌唱事业 蒙上阴影 现在又传出 在自家台湾 也为了拼唱 灌水唱愁 不过唱片公司却回应 林俊杰整段表演 长达45分钟 这台北唯一一场 350万 很合理 歌往光环加深 林俊杰舞台魅力 毋庸置疑 但究竟是刻意炒作 一歌形象 还是不知情人士 乌龙爆料 一向情相良好的JJ 接二连三出事 也让人不得不联想 所谓的金曲魔咒 这回事 这种报道 好 再来看韩国粉丝 现在都在为她 极其祈福 这是年纪才十岁的 韩国童星全明宇 她因为出现在 江南style MV 一炮而喉 这位小小的迷你赛 还因此出了个人专辑 但是现在却被医生判定 她罹患了脑癌 生命剩下不到半年 韩国电视台 记录她生活点滴 那没想到这一位 十岁的小朋友 也常常安慰哭泣的母亲 早熟的样子 反而让人更心疼 在江南style开场MV 帅气舞蹈 一炮而红的 小童星全明宇 在这之后 上遍各大综艺节目 模仿江南大叔赛 微妙微笑模样 让她有比拟带称号 长到陈明思为的全明宇也不断进修才艺 接受专业舞蹈培训 还出了个人专辑 因此小小年纪的她 已站在台上跳起 Michael Jackson专业舞蹈 也是架势十足 但是才十岁的她 却被诊断出脑癌 经过医生判定 无法治疗 只剩下半年生命 这个噩耗 让全家人陷入哀伤情绪 妈妈也常心疼的哭泣 全明宇生病后 韩国电视节目 也为她拍摄生活点滴 虽然母亲对她隐瞒病情 但全明宇也知道 自己得了不治之症 反过来安慰母亲 希望她别担心 还在长大的孩子 面对无情命运 早熟的模样 令人心疼 国际中心也有编译 加油咯 另外来关心的是 我们高雄市民 现在也很担忧的 登革热的疫情 持续在发烧 目前造成9个人死亡 38个行政区里头 有33区被蚊子攻陷 这是高雄12年来 最惨的疫情记录 特别以这个气暴灾区 最严重 灾民们今天痛骂 根本没有官员 来关心他们 谈到蚊子市民们 各个满腹苦水 只要一听见嗡嗡声 神经就会紧绷起来 尤其是气暴灾民最惨 巷子内13户人家就有12个人 罹患登革热 这里13户 然后大概15 6个都中登革热 不要跟我讲政府 没有人来关心过 也没有人来看过 很无能 登革热疫情已经拉紧爆 今年有9829个登革热感染病例 高雄市就占了9成7 有9783例 还造成9人死亡 如果以行政区来看 只剩5个地方没被感染 其他33个地区全都沦陷了 高雄的登革热疫情 创下12年来最严重的记录 今年的疫情 山明区现在是最严谨的 它现在每天发生的病例 有时候高达个300个 喷药那是我们是万不得已的 那就是清除直升热 卫生局每天派人到处喷药 就连国军都加入灭文大战 疾管初表示 高雄登革的疫情会如此严峻 在于先天不良加上后天失调 原本正值流行期又遇上气暴 才会疫情大爆发 以高雄的气温 一天就可能产生十万只蚊子 数量相当惊人 根本抓不胜抓 现在防疫如同作战 不只卫生局正努力展开防治工作 也希望市民总动员 清除家中环境资深员 避免疫情再升温 记者现在的周路高雄资本报道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 来看一个最新消息 柯P的这个 今天的竞选总部的办公室 是被挤爆了 大家气氛超嗨的 因为总干事呢 梁立民难得在这儿开讲 不但是酸对手的阵营 他还不断地开老板柯P的小玩笑 台下笑声不断 宋老大不知道会不会支持我们 我等一下就会吐吐过手 敏感问题 光明比谁都犀利 姚立民第一次在竞选总部开讲 酸味十足 应该很清楚 可是没想到对方提了这位候选人 那我们就稍微 这位候选人又提了一个很天分很高的主干事 当然 幽默开对手小玩笑 果然台下超捧场 支持者把总部挤爆满到棋楼 连老板柯文哲他都能拿来 借题发挥 台下一样笑声不断 感觉到市民非常非常主动 而且热情 这对我们选举当然是很有帮助的 前一回大寿歌喉舞技 这一回集席演讲 独特的姚氏风格 人气不输 候选人 谢谢黄俊杰 微轩台北采访报道 好 各位朋友 我们为你插播最新的消息 您的爱车想加油再等一等 中油公司刚才公布 从明天凌晨0点开始 调降各式的汽油价格 每公升0.6块 那么各式的柴油价格 每公升是调降0.7块 所以调整之后的价格变成是 925000汽油 每公升是29.2元 95000汽油是30.7元 985000汽油是32.7元 那么超级柴油是27.7元 最近因为这个国际油价不断的下跌 所以国内汽柴油价格 已经创下将近四年来的新低了 经济情况如何 把时间交给我们的气象主播 各位观众朋友晚安 接着带您关心这一节的气象资讯 早上出门的时候 北部的朋友一定很明显的感觉到了 这天气变得又湿又凉的 而且从今天开始又要变天了 接下来这一周的天气变化 赶紧带您来关心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一张地面天气图 很明显的因为受到大陆冷高压的影响 从昨天晚上开始 东北季风就增强了 也因为这样的关系带来了一些冷空气 银风面的水气其实是比较多的 但是南部的观众朋友影响并不大 这一波湿冷的天气要到星期二 到时候因为东北季风减弱的关系 水气减少了 北部还有东北部的气温就会稍微回升过来 不过在礼拜三又有另外一波 东北季风要南下 气温到时候又会有所变化了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张一周天气预测 礼拜三 东北季风南下之后 低温在北部地区有机会下探到18步 而中南部地区因为辐射冷却的影响 低温也有机会下滑 不过不会这么明显 因为这波封面水气比较少 只有局部地区会有短暂阵雨 总而言之 北部跟南部两个地方的天气状况 会非常的不一样 要特别留意天气的变化了 接下来带你关心明天各地的温度一侧 北部气温19到25度 天气比较凉 到了中部之后你会发现天气都是多云倒晴的 气温也有19到29度 南部气温也大部分都是多云倒晴的好天气 气温降在21到30度之间 东半部位处于迎风面 降雨最高降雨几率有60% 温度是19到27度 外岛 马祖 金门 澎湖 温度在18到26度之间 最高降雨几率10% 其实这个礼拜的温度 全台日夜温差都是非常大的 所以要提醒早出晚归的民众 要特别注意这个温度的变化 并且适时的补充衣物来保暖 不要感冒咯 再把时间还给棚内 感谢您收看 拜拜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